我也不再是神的魁魘 我是 冰靈 即便我不再是你的箭矢 我依然會立於你的身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還有Discord 正式進入正片之前 先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大家還記得之前大師遊玩過的鈴鐺之劍 站起手遊嗎 這次有四大內容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 主題活動 命運的螺旋 全新篇章 天平上的鈴鐺 伴隨命運的螺旋版本更新 全新勢力 艾拉曼故事線開啟 活動期間 玩家可透過在全新故事線中 經歷多元的戰鬥與委託 引導故事走向不同的結局 完成各種指令任務 從而獲取各類稀有獎勵 第二 天平上的鈴鐺 推進活動 命運的螺旋 推進活動 獲取特定性標後可進入全新的篇章 天平上的鈴鐺 完成指令任務可獲取大量的虛寶 第三 現實活動 村願保衛戰 活動期間 玩家代表主角團 與來訪的怪獸在煙火爆竹中 展開一系列有序的戰鬥 在挑戰過程中 會觸發放煙火的爆炸桶 放煙火的塔羅牌等 節日特色趣味道具 完成戰鬥 累積點數 可兌換各類豐富獎勵 第四 春節福利大放送 春節期間連續7日登陸 千道領取10抽 春節紀念禮包 是初一的時候發放 內容是 希望金石500 隨機傳說裝備一個 存在之力的結晶2 那 限定的禮包碼是 CNY2024 這麼豐富的更新內容 以及福利大放送 大家快去遊玩 以及領取囉 只要不要 對 是 經典人 尼人 正如 海賊 是 一般 之 有 沒有 沒有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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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對幽冰裡的技能搭配呢 我是帶這個直劍奉佑 然後奮力跟御台看似這三招齁 那我主要是走這個 5A扛王的這個這個效果啦 然後搭配荒者魂死齁 那魔龍攻擊然後並觸發追擊的效果 是相當可觀的齁 我比較喜歡這個帶法 那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的話呢是用 眼劍羅淵然後加上直劍奉佑 並搭配這個幽劍鬼玉齁 那如果是這三招的話 你就用咒死病的魂死齁 魂死推薦的部分呢就是荒者 王者的話三枚的效果 補弄攻擊傷害提升到20% 那另外一個是咒死兵 那三枚的效果是免傷提升10% 那飾品推薦的部分呢 頭部的話是推薦天狼血眼 氣血加5%主動攻擊對戰前 每移動一個物攻物防提升5% 最高可以到15% 那顧傷的效果呢也是會提升 就是幽霜的那一招的那個buff 衣裝的部分的飾品推薦 青神禁玉氣血加5% 主動攻擊對戰中物防 法防提升15% 那腰部的部分呢推薦玄雀腰帶 那效果是法防加5%氣血加5% 在行動結束時若自身氣血低於50% 則恢復35%氣血 並驅上一個有害狀態 那因為優冰你並沒有回血效果 所以推薦這個玄雀腰帶 那首部的部分呢推薦這個千零幻域成 再動轉的部分 那腿屬性加5% 那被攻擊對戰後呢 自身獲得迅捷2的狀態 持續一個回合 那迅捷2呢是移動力加2 如果沒有千零幻域呢 也這個行哥靈界也是可以推薦帶的 那他的效果是物攻加8% 主動結學都處於冷卻中呢 得傷害提升5% 物穿提升5% 好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優冰你是沒有優雙的狀態齁 一定要第一次行動結束才會有齁 好這樣子休息一次 行動結束後 就會有這個優雙的buff的效果了齁 好那優冰你帶的這一招 獄台看似之後呢 我們移動 移動大約等於3格 然後主動攻擊呢 就會觸發追擊齁 所以我們這樣子走1 2 3 4 5 剛剛5格好 好觸發追擊效果齁 然後剛剛好又觸發到這個免死的 恢復氣血50%這個buff齁 那基本上就是帶這招走至少大於等於3格 那你就可以觸發這個追擊效果齁 優冰你呢我剛好是帶這個 呃指劍奉幽然後奮力這個這一套齁 我們第一回合呢我們都可以先用這個直劍奉幽 然後除了獲得這個直劍的buff呢 然後跟這個優雙的buff 那基本上有直劍的buff呢 你就是對戰中的免傷會提高15%了齁 然後這個時候呢 風力聲給優冰你在行動之後呢 我們在走5格攻擊 那基本上優冰你用這一套技能組合呢 就是用不論攻擊當做他的攻擊手段啊齁 那走5格就是因為這個獄台這一招倒是齁 那最多可以提高到15%的傷害跟誤穿傷害齁 好我們再用這一個敵人做一個示範齁 那我們冰你優冰你走大雨三格齁 好 因為剛才沒暴擊啊如果暴擊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那至少 六星的優冰你呢然後攜帶這個 直劍豐柚 然後御台 然後奮力 那在主動攻擊會提高武功嘛 那這個時候又觸發固傷 攻擊完之後就觸發固傷 那造成了這個21000多點的傷害齁 算是還ok的傷害齁 不過因為我視頻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打到這個傷害來個人覺得還算ok的啦 那我覺得這個配置算是比較簡單 好上手的一個配置的啊 那帶荒者的魂死 然後再帶這三招的技能 那你要讓優冰你做存塔也是可以啊 所以玩法非常多種 那我個人還是喜歡優冰你做 普通攻擊的 普通攻擊方式的一個帶法 然後 好那以上是我的點法跟技能搭配呢 請供參考 玩法有非常多種 那最後喜歡我的頻道呢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BD還有Discord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大家掰掰 掰掰